紅米手機一向賣點都是三個字 性價比 今次公布兩部新手機 賣點都是比較便宜的 售價都是千多元 大家剛剛都可以看到 背景上寫著全民全屏幕 無論是5.7吋型號紅米5 以及5.99吋型號紅米5 Plus 都配備了高屏佔尾的18.9屏幕 觀音方面確實挺好的 機身設計看來好像不是太特別 但細位設計上都有想過度過 好像圓角屏幕的弧度 和機身邊緣是一致 機身角位更經過強化處理 不小心跌機時都減低8M的機會 影相功能方面 雖然規格上寫明主鏡頭換上了 1.25mm的大像素相機 但拍攝下過真是一般 當然以入門機來說 就很難有可靠 規格方面 當然以紅米5 Plus 比較高 但屏幕尺寸方面 相差其實真的不大 加上價錢有點距離 記者就覺得紅米5會比較抵玩 兩部手機都有四款顏色選擇 但淺藍和玫瑰金色型號 要稍後才會推出 紅米手機發布會上 同場加應兩款新米家產品 包括具備陸續電子防震的 米家運動相機4K 以及支援160度視角的 米家行車記錄儀 特點是低光環境下都拍得夠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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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